二楼以智慧家居生活类产品体验为主 记者黄晓晴摄影分享 今年11月5日当在深圳南山区望向天地开幕的小米之家深圳旗舰店 明亮的透明玻璃外墙 二层楼的挑高设计近200平的超大空间 展现与以往小米之家变形截然不同的气势 小米之家深圳旗舰店 由曾设计纽约第五大到苹果旗舰店的设计师Tim Kobe 创始的设计团队8inc 打造有别于一般小米之家的舒适体验空间 走进店内更有许多黑科技让消费者感受贴心服务 店内首创互动购物墙 消费者只要走进有5块80寸荧幕组成的互动购物墙 就会立即出现游标跟着消费者移动 直接用触控操作即可浏览产品图片影片及介绍 每个单品旁边也会出现QR Code可以扫描直接购买 现场就可取货带走 另外移动收银也是增进消费体验的方式之一 每个店员手上都有一台 可以一机完成行动支付刷卡交易的移动收银 PLSC消费者不需到收银台结账 找到店员就能完成交易 小米之家深圳旗舰店 一楼主要可体验手机、电视、智慧硬体等科技产品 二楼则侧重智慧家居生活类产品的情境体验 其中还有一区尚未在台湾推出的米加油品系列居家用品 包括锅具、胶囊、咖啡机、床垫等胶大型的家居商品 台湾小米总经理李嘉峰表示 明年初除了已经确认在台北三创新竹大陆格南亚广场 新北中和环球购物中心的展店计划外 也积极在台北市重要商圈寻密室和地点 开设与深圳旗舰店相同的新型泰旗舰店 店内首创有5块80寸银幕组成的互动购物墙 记者黄晓晴摄影 分享旗舰店独有的移动收银模式 消费者可用行动支付 信用卡快速结账 记者黄晓晴摄影 分享两层楼高玻璃外墙的小米之家深圳旗舰店 记者黄晓晴摄影 分享站在平衡车上接待消费者的 小米之家店员 记者黄晓晴摄影 分享 目前挺在中国贩售的米加油品系列商品 记者黄晓晴摄影 分享